《夢想可以當飯吃》來到第二堂 這次邀請到知名創作漫畫家 葉明軒老師分享心路歷程 還有白熊老師的創作 重新出發接觸工藝 讓愛與藝術緊緊相連 人氣漫畫家葉明軒 從小就熱愛畫畫 儘管大學就讀工藝系 畢業後卻持續漫畫創作 如果要當漫畫家 他還需要人不可欠缺的能力是什麼 調整 取捨 還有放下 調整 取捨 讓他的漫畫作品 越來越精準到位 另一位從科班出身的 藝術家白熊老師 他的作品溫暖的色彩背後 其實有一段故事 上帝的人也就讓我們 像在起草地上不用煩惱 我期待每個小朋友或是 應該說小朋友就組我們自己 我覺得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像在夢想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在這樣 被花團緊簇的感覺 他是非常的舒服心中 不只教會 白熊老師也開始跟其他產業結合 劍動人 唐氏政基金會 台東阿尼瑟福之家 將焦點鎖定在 每一個需要的人身上 創作的格局就不再被限制 如果能接著下來的話 那些人有可能有機會成功這樣 少走一些彎路吧 就是藉由老師的經驗或是什麼 對 但是當然也是要繼續 就是大家還是要繼續 支持自己的夢想 才有辦法走到走 你也有燦爛的夢想嗎 一起踏出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將夢想的種子 撒在你我的心田 種子才能發芽茁壯 記者鄧天欣 秋曉絕台北報導